好 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 我们提醒大家了 中国在人航天工程天宫二号发射任务的进展 是非常的受关注 那今天晚上10点04分 天宫二号很可能在九泉择机进行发射 我们的记者张浩就在甘肃九泉现场 我们现在来再次联系张浩 张浩你好 我们看到这个九泉现场还是 天还是很亮的 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好的 那么今天是正值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 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 天宫二号也是选择在了中秋夜来发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沐浴在西洋里的这个蓝色塔架当中 就是今天晚上要发射的天宫二号 以及托举它的长征RFT二型火箭了 那么今天大概在九点半的时候 发射架才会完全地打开 到时候大家就可以一睹它的全貌了 那么在此之前 今天下午长征RFT这个火箭 也是进入到了发射前最后的准备阶段 它会对整机进行一个检查 各系统的状态进行最后的确认 同时全部的舱门会关闭 那么在临发射前还会再检查一次 来确保这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我们知道长征RFT这个型号的火箭 可以说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个载人火箭 它已经执行了整整11次的发射任务 达到了成功率100%这么样的一个成功率 可以说有一个神剑的美誉 但是这一次他们依然不敢松懈 是抱着一个从零开始的态度 对以往的其他飞行器出现过的这个问题 进行举一反三和故障的推演 要确保飞行器不带任何的故障上天 让这个发射任务也是万无一失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 这个神舟11号载人飞船 也会在10月中下旬的时候来发射 也是由长征RFT这个型号的火箭 来完成这一次发射的任务 我们知道这两次天空2号和神舟11号飞船的发射 两个任务时间隔得很近 可以说是高度的并行深度的交叉 但是长征RFT这个火箭 由于它采用了一种平台化的设计 可以说是一平台多负载这么一种设计 它就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设置 在天空模式和神舟模式中间 进行一个自如的转换 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这个效率 另外我们知道因为长征RFT 它所有的设计的标准 全部是按照载人航天器的 这么一个要求来进行的 这也大大提高了它这个平台的安全性 那么这就是我在前方了解到的 长征RFT火箭现在的准备情况 我也会继续来关注 天空2号发射的最新进展 主持人 好的 谢谢 张好在甘肃酒前为我们做的报道